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边看一边说 穿着黑衣服 披着长头发 背对我们的 应该是个妹子 欧阳轩大眼睛眨了眨 面露疑惑就说 穿着黑衣服 披着长头发 这装束在沙漠中有些奇怪 因为沙漠里白皱温度高 因此就算有长头发也会扎起来 不然会很热的 再者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 黑色西光聚热 夏天穿黑色的衣服会觉得更加热的 而洞服所描述的这个人 似乎是一个女人 但这副大伴 在沙漠里可太怪异了 我眯着眼看过去 却只能看到极远处 一个酷似人形的黑衣 正打算夺过豆腐手里望远近身 他忽然一了一声就说 哎 走了 果然视线中 那个原本就模糊的轮廓 越来越远 最后没入草垫子尽头的林子里 消失了踪影 张文撕了一声 这女人是一个人 当家的 她样子有古怪啊 咱们还是追上去 弄个明白 万事通说 这个绿洲的生态条件比较成熟 不排除有一些探险队来这里休息 事不关机 我看没必要过去 就算探险队 也得有点专业素质吧 谁会打扮成这个样子来沙漠呀 喂 姓豆的 你看清楚了吗 豆腐立刻点头就说 看得清清楚楚 哎 轩轩 你要相信我的判断力 一边说 一边挤到专瑞和欧阳轩的中间 挪动脚步 将专瑞往外挤 我觉得自己的脸要被他丢光了 正打算将他拧过来 专瑞忽然发难 肩膀微微一顿 猛然向前一用力 顿时将豆腐推得亮降一步 一个狗吃屎 倒在草垫子里 欧阳轩看得哈哈大笑 鼓掌叫好 我皱了皱眉 将豆腐拉起来 看他满身是水 头发上沾着草 神情受伤的模样 心中有些不爽 再一看豆腐开始 有些躲着欧阳轩嘲笑的目光 便明白专瑞的用力了 有时候 一个男人如果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出仇 或者被喜欢的女人嘲笑 那就很难再鼓起勇气出现在对方的面前 专瑞这招有些损 但力竿见影 要平时豆腐早就发飙了 这会儿只是搭了着脑袋 缩着脖子 我干咳了一声 转移话题就说 欧阳小姐说得对 那女人出现在这里本就古怪 打扮也让人怀疑 我看不如去弄个清楚 咱们在这里寻找古遗迹 怕要待好几天 若有这么一个不知来路的邻居 恐怕不是一个好事 我说完 其余人便没有再反对 我们踩着草垫子 便朝着草垫子尽头离木而去了 这里草垫子中水草丰盛 沙土柔软 一脚踩下去 泥水直没入膝盖处 更深陷的地方 更是达到大腿的位置 稍不留神 没准便会陷下去 因此众人一边走 一边得用铁签弹路 排成纵队 每走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 众人正走着 前方的欧阳轩忽然爆发出 一阵惊恐的尖叫 惊得众人齐齐抬起头来 认为出了什么变故了 便见他脸色煞白 他眼睛一出水光 就说 冲 水里好多虫子 我听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虫子多正常 这种环境里 是蚊子 草壁子 还有马荒一类的天堂 没有才怪呢 我在山中钻惯了 恶心归恶心 但是大老爷们倒是也不害怕 只是时不时有虫子顺着腿爬上来 那滋味的确很恶心人 欧阳轩是郭家的五小姐 估摸着是想跟专锐增进感情 又恰好懂得少数民族语 所以才巴巴地跟过来 以前生活在帝都 灰金洒玉的 哪里经历过这些呀 因此 这会儿有着反应 倒也在情理之中 转锐转头一看 微微皱眉就说 忍一忍 出去便好了 欧阳轩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几乎要哭出来 看起来可怜极了 嗓音发颤地说 快哭到胸口了 快快快快 快把他弄下去 他自己几乎不敢碰 由于他这会儿是侧着身体 因此我可以看见 原来是一根粗粗的黑色马黄 爬到他胸口的位置 沾着泥水碎草渣子 上面还爬了一只长长的马黄 微微蠕动着 仿佛要从该位置下口了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自私的 虽然我就在他旁边 但心中记着他刚才 拍手嘲笑豆腐的事情 便没有动手 反倒是豆腐这小子不争气 伸手紧张地说 我帮你弄 我顿时有种 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将那马黄给弄下去 欧阳轩松了口气 中豆腐露出感激的微笑 和善了很多 我心中咯噔了一下 觉得不妙 事情好像没按照 我设想的方向走 我和专睿对望了一眼 专睿挑了挑眉 不知可否 我挺郁闷 冷着脸继续往前走 豆腐泊得美人一笑 满血复活 精神抖擞 众人一路无话 伸一脚潜一脚 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终于走出了草垫子 这里是河水的发源地 我们原以为找到河流的源头 会有所发现 但铁键一路探下来 却依旧没有任何的收获 而这时 我们已经到达了之前 那个人影出现的位置 此刻我们眼前是一大片低矮的胡阳林 由于常年受到沙漠风沙的洗礼 因此胡阳的树形多是弯曲的 没有哪一棵是笔直向上的 他们的树冠比较大 互相紧挨着 密密麻麻遮天笔日 只干以各种随机的角度扭曲着 站在胡阳林的入口处看去 只觉得里面没有阳光 只干张牙舞爪 给人一种隐森森的感觉 这是 我们在布满浅沙的地面 发现了一个清晰的脚印 这个脚印比较大 不像是女人的脚印 倒像是男人的脚印 而且最为奇特的是 这双脚 没有穿鞋 这是怎么回事 欧阳轩说 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呢 他问豆腐 微微歪着头 神经很是可爱 豆腐挠着脑袋 长头发肯定是女的 顿了顿 他又说 这年头一要男人留长头发 我就看到一个背影 说不准 这串脚印 一直步入胡阳林深处 每个脚印间间隔距离差不多 看得出对方走得并不迟疑 而且线路是笔直的 倒像是很有目的性一样 川瑞没有迟疑 立刻说 跟上去 我们也知道 那个忽然出现的黑衣人有古怪 因此也不多言 众人担心林子里会有什么猛兽 因此将枪支取了出来 顺着脚印一路跟了上去 这胡阳林里光线很暗 此刻没有封 树叶一动不动 林间更显得沉洁了 我们顺着脚印往前走 阳墓二十来分钟 已经走得很深了 但这片胡阳林较大 分布于绿洲的整个西部 缩子形绿洲比较长 因此一时半会儿 估摸这是到不了头的 越往里走 我越觉得不对劲 豆腐压低声音就说 这林子太安静了 好像什么动物都没有啊 他这一席话 引起了众人的共鸣 专锐重新戴上他的面具 只剩下半张脸 帅得残绝人寰 他接过豆腐的话就说 不是没有动物 而是他们躲起来了 说着他织了纸旁边的树 有些树上有树洞 显然是一些小动物 打出来的窝 豆腐好奇心一向很重 移了一手 将脑袋凑过去 往其中一个树洞里面看着 紧接着猛然把头拔了出来 大叫道 妈妈妈妈 里面有条花花绿绿的大蛇呀 中公说 莫非这林子里有什么危险吗 但也不至于所有动物都躲起来吧 难道是天气太热 他们躲起来避暑了 专锐一直将豆腐当成透明人 只回答中公说 那个人赶进来 肯定有所准备的 应该不是一个人来的 继续走 脚印随着表面沙层改变之后 因此显得越来越清晰 很快我们便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 这一双脚印 从进入林子到现在 竟然一直没有拐过弯 而是一直保持走直线的路线 片刻之后 脚印在一棵树下夹然而止 众人停住脚步 顺着眼前这棵树 齐刷刷抬头往上看 湾区的湖阳林 枝叶茂密 阻碍了我们的视线 众人对视一眼 枪口朝上 豆腐喊道 双脚的人 别躲了 我们不是坏人 下来交个朋友 这话跟放屁一样 我们一会儿拿枪对人上面 结果还宣称自己是好人 啥子才会险的 于是我接过豆腐的话 冷冷地说 下来 否则 我们开枪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